宽关节的关节炎是指我们的球窝关节里面发炎 骨关节炎是做宽关节致换手术最常见的原因 这种关节炎是由于关节经过几十年的使用之后 令到本来覆盖球或者窝的软骨 因为日久磨损引致部分骨头露了出来 关节于是变得又痛又僵硬 从这个宽关节的模型我们看到骨盘的骨 调骨骨和宽部的肌肉还有一个宽关节浪 做宽关节手术最常用的两种入路方法 都是将病人打侧睡在这里 现在看到红色的就是最主要的那条团中肌 第一个方法是将团中肌推向后面 露出的关节 医生在这里开刀 然后将宽关节反出来做手术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将团中肌推向前面 在关节浪另外那边开刀 这一种叫做后侧入路 如果关节炎已经是很严重 我们就要置换大腿骨最尾的部分 即是关节的球 还要换个宽颊 即是关节的波 首先我们讲一下骨骨 基本的全宽关节致换手术 会将骨骨的头和条颈切除 切了之后 条骨骨就好像一条管一样 这样外科医生就可以看到骨骨里面的条管 我们就在这条管里面放一支人工骨病 这支病上面会伤个新的球 插入骨骨那支人工骨病 一般会选用含压固定 或者是无水泥固定 植入那时候不需要用水泥 这支人工骨病通常是用钛金属做 至于大小和尺寸 就要跟随病人的骨落构做 将人工骨病插入骨骨条管那时候 各位应该套得好 在接着的六至八个礼拜 骨会生在新植入的人工骨病上面 将个位锁到好实 可以维持几十年 至人工骨病最顶那里 可以装上不同大小的球和颈 来尽量模仿病人本身的身体救助 关节重组之后会好实正 负重功能可以完全恢复 病人也能够进行以前的消限活动 如果是个宽教 即是关节的窩患上关节炎的话 修补方法也有几个选择 基本的方法是将个窩的骨头滑 或者磨成个半球形状 然后将一个用钛金属做的人工宽教 压入骨那里 骨之后会生在新植入的人工宽教上面 就好像将它黏住一样 应该可以维持几十年 那个金属壳里面再放一层东西 材料有几种选择 但外科医生一般都会用罪月烯 因为这种塑胶料已经用了很久 一直都有非常好的评价 这种金属对罪月烯的人工关节组合 目前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全宽关节致换手术的最高标准 大部分第一次的宽关节手术 需要60至90分钟去成功完成整个过程 关节致换了之后 医生会帮你修补关节浪和印带 再将一条团中肌复毁 那你就应该可以顺利复原 最重要的就是要遵照外科医生 治疗师和护士的吩咐 头几个月关节活动的幅度 不可以超过他们限定的范围 否则就会破坏那些正在预合的组织 就会破坏那些预防